是的 就在卫生部长凯里黯然宣告自己让路林茂国席后 芙蓉乌亲团就马上建议凯里转战芙蓉国席 直接取代马华 硬汉当地的新闻国会议员 也就是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 根据马来西亚前锋报的报道 早前已败选为由多次要求马华让席的芙蓉乌亲团长祖阿玛里 再度的向巫统领导层建议 让众望所归的凯里代替马华候选人出征芙蓉 将这个连败三届的国阵堡垒给夺回 祖阿玛里表明 考量到芙蓉的巫裔和年轻选民近年来增加过半 他有信心如果凯里出马的话 国阵的胜算将会大增 他坦言说基层都知道林茂肯定是巫统熟理主席 纳都斯里莫哈莫哈山的囊中之物 但是因此在来届大选牺牲吊凯里 将是国阵的莫大损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